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5月4号 大家好 刚刚在郭先生的媒体 郭媒体上看到了郭先生发的一条推特 郭先生说 所有的在媒体上讲究中立 而不讲究真假善恶 强调中立的 都是东莞小姐穿军装 装有钱有品有高贵 都是欺民之术虚妄之徒 完全不可理喻 我看完之后我有点对号入座 对 我们好像应该是对号入座 好 昨天郭文贵先生 也是在郭媒体上发一条推 对我们进行了推荐 很多网友 得到郭先生推荐之后 都加了我们的订阅 订阅了我们的频道 一时之间 我们那边多了好几千的 新的订阅 新的网友 这点上来讲 我们是感谢郭先生的 对吧 但是这些网友里 其实说实话 并不都是支持我们的 对 里边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看我们笑话的 是不是 完全就在边上 就是说 我等着就看你们俩的出事 甚至有一些网友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直接就说了 你们别以为 郭文贵今天支持你们 郭文贵今天能把你们夸上天 明天就能把你们说的 什么都不是 郭先生 你说 郭先生 我觉得这样 郭先生说他去年48岁 对吧 今年如果不过生日 还是48岁 过了生日就49了 对吧 按照中国人讲的 就是今年可以过50岁 大寿了 这虚岁 对吧 虚岁算 过50大寿的人了 我就说您这推 您忍到明天再发 是不是 你忍到明天发 最起码你看 网友你说 你说郭文贵今天夸你们 明天就把你们 说的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 不对 你说的不对 郭先生是今天夸了我们 是后天把我们说的 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不是明天 对不对 你最起码我有个话 对网友说 您倒好 您就今天 您就发出来了 是不是 我就说 你多忍一天 能憋死你是吗 您你可真行 我的天 哎呦 这么大寿意书了 你就这么沉不住气 是不是 而且昨天那个视频 那个话 不也不是我们说的 对不对 不也是 不也是放飞说的 但是我觉得人家 说的特别好 有道理 对啊 我很喜欢那段话 我很喜欢放飞 说的这个话 当然 如果我们觉得 放飞说的没有道理 我们也不会念出来 对吧 对啊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 就是说安慰一下 郭先生吗 是不是 我觉得呀 就是说 就跟买东西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 有一个人过来了 问你 老板 你这东西多少钱 对不对 你说20 那人你说 什么 这破东西值20块钱 扔那了 走了 对不对 说明这人不想买 不不 说明这人想买 对不对 这是批评你的 对不对 假如这人说 这真的真不错 放这儿 这人是真的不想买的 对吧 所以你要想一想 有的时候 我们说一些事情 其实本质上来讲 从内心来讲 其实我是希望好 对吧 你说 有没有一些问题 现在来讲 我觉得 你现在还没有到了 就是说 封神 就觉得自己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完全全对的 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 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大家看到了 说出来 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有的时候 对你可能是好事 如果我们都是夸 都是说 太好了 太棒了 简直是伟大 什么伟大 光荣正确 伟光正 是不是 咱先不说 现在对你好不好 主要是你现在 还没到那个时候 对吧 你现在还在一个 我觉得怎么说 某种程度上 讲来讲 你还在一个初创期 你还没成功 是不是 但是人就算成功了 也不能封身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封身 对 反正 这个是说的对的 对吧 你刚才想说什么 打断 我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本质上来讲 我觉得像着 不像着 郭文贵先生 我觉得他自己心里 应该有数 我不像着 对 其实很多网友说 我老婆坐在边上 都不怎么说话 我想今天 也就挑明了 其实我老婆 一直是不像着的 是不太喜欢的 总是觉得有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我说什么 我太太在边上 其实不太想 不太想说话 所以 一个家庭 政治立场 都不合 对不对 即使 以后有一天 对不对 真的 就是说中国改了体制 对吧 我觉得大家 也要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对吧 福尔泰说 我不同意 你说的每一个字 但是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 我觉得这种精神 这种境界 在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圈里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 都欠缺 像我以前的理论 我说斯特尔摩森和正 就这些疯子 即使离开了中国 这个大的精神病院 他们依然并未好 他们做事情 他们说话 他们用的方式 都是共产党的方式 他们即使反对共产党 也是在这种共产党的方式 来反对共产党 他们推翻了共产党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当然了 这个批评有点重 也不是我录这个视频的本意 其实我看到郭先生发的 我就觉得郭先生有点不高兴了 是吧 我觉得郭先生 可能觉得这两个小兔崽子 不识好歹 是不是 我郭文贵 我能够对吧 欣赏你们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是不是 我昨天还派路德 可能去邀请你们一起做节目 是不是 你们还不赶快 就是顺杆往上爬 是不是 两个东西 两个不识台具的东西 是吧 我觉得怎么说 无论如何 我们是晚辈 这可以这么说 我们年纪比郭先生小 是郭先生的晚辈 郭先生比我们 各方面都比我们强 比我们成功 是不是 年纪比我们大 让郭先生不高兴了 因为我们的原因 是吧 那么我 其实录这个视频 是想安慰郭先生一下 就觉得 就 怎么说 你看我这手了吗 拍你肩膀 来 郭先生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误会 误会 一场误会 安慰你 别生气了 我们 是我们不对 我们 我们节目 我们以后 我们不再强调客观中立了 以后我们节目 我们强调 理智 理性 这样好不好 我们做这个 也只是出于礼貌 没有别的意思 好吧 好吧 我老婆的意思 就是说 反正 你也不要想太多 好吧 好吧 我觉得 我是有点霍悉尼 网友经常在下面说 你就没立场霍悉尼 网友说的太对了 我是有一点 有的时候有点怂 好吧 都好 好吧 郭先生 如果生气的 我 反正 我小辈 我该做的 我也做了 对吧 那就录到这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